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秘密基,桌子建成城 我今天要介紹這款遊戲叫職場地下城 這遊戲呢,包含兩個部分 職場跟地下城 請問職場跟地下城有什麼樣的共同點呢? 沒錯!就是都很黑暗 沒有,這遊戲呢 最多可以到五個人玩 那它是一個勾心鬥角的遊戲 它在講述我們是一群地下城的冒險者 然後裡面就是有不同的怪物 但是我們每個人都各懷鬼胎 想要讓別人 想要讓 完成老闆的任務 但是要完成老闆的任務呢,重點是什麼 我們職場中總是會有一兩個 就是會搶走大功勞的人 就說 我宣布結案,我跟老闆報告 這個案子是我成的,然後他就成功了 然後其他人,WTF 好,這遊戲就完全展現了這樣的精神 那我們現在就看這個遊戲的規則吧 這遊戲呢,大家會拿到一碟手牌 手牌上面呢,分別是有 魔法電腦2 魔法電腦1 超級文具1 2 超級文具1,還有價單 好,這遊戲呢,就是我們每回合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會抽玩家人數加2的怪物牌 所以3個玩家的話,我們會抽出 3張怪物牌 那我們就從最簡單的開始 來,實習生,實習生就非常好打電腦 好,我們就舉例來講 假設我們現在要打這個怪物 打怪物的時候呢,大家會輪流出力 出力的時候是這樣子出的 我們大家會輪流在對應的地方 就是放上對應的東西 舉例來講,我就說我放了一張魔法電腦2 欸,但這個就是關鍵喔 關鍵我是蓋著 蓋著出的 所以沒有人知道我到底是不是出了魔法電腦2 OK,所以像艾瑞克這麼卑鄙的玩家 他可以說 喔,這個東西我只要4點的力量就打敗了 所以我可以出個 魔法電腦2 但那張很可能就不是魔法電腦2 所以下一個玩家呢 為了保險起見呢,他可能又出了一張 我出了文具2 這樣出 好,等到大家都出完之後呢 或者是,這是你可以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出戰鬥力量 就要去對抗這個大魔王 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說 我宣告結案 就是我現在就是一個搶高樓的人 啊,大家辛苦了,我們現在來 老闆告訴你,我們現在打得贏這個怪物 我們現在就來打他吧 然後我們就卡翻開啦 翻開來的時候呢 翻開來之前 大家可以先 大家可以先討論說 欸,到底這個案子會不會成功 嘿,白癡,我剛才放了兩張假單 這個傢伙根本打不贏這個王八蛋 所以這時候呢,其他人就可以對你做出善效 或者是力挺 所謂力挺就是,猜你會成功 對你的案子其實一點都沒有辦法 我挺你啦,你成功的話我就加兩分 但是如果你沒有成功的話 搞屁事喔 對,就是沒有加分而已 但是他不會因為他的力挺而讓任務更容易損進行 但是他們也可以提出善效 像現在假設兩個力挺兩個善效 然後我們翻開來 那像現在的話,他這邊是說 至少要有兩張魔法電腦 所以現在戰鬥力算是滿足到四 可是因為他沒有滿足他的 勝利條件,而且這邊是-1 所以他是沒有成功打贏這怪物 所以我就失敗了 我失敗了就我失敗了 那其他人就是沒有因為這樣而得分 就是力挺的人就沒有得分 但善效的人他們會各得兩分 那如果說要怎麼樣對抗這些 就是王八蛋沒有順利出力量的人呢 就是,要對抗他們的方式呢 假設他說我出了一張魔法電腦 比如說艾瑞克他很卑鄙的 他說我出了一張魔法電腦 這時候我就可以對他提出質疑 我質疑你這張根本不是魔法電腦 好,我只要一質疑成功 艾瑞克這個人就信用破產 他會得到一張破產卡 那發生破產卡的人呢 他在這一次 在這一輪當中要擊敗他的話 他就不能夠再 在擊敗他之前他不能夠提出質疑 而且他的 就是如果他宣告結案的時候 他戰鬥力又會-2 而且他的出牌必須亮得出 等於說他在這一次的專案中 他會距離比較劣勢的狀態 而且他會讓場上的狀況比較明朗 說謊一次、兩次可以 但是千萬說謊 關鍵就是不要被別人抓到 只要被別人抓到 你在職場升遷就會非常的不順 好,那我們這個遊戲呢 就是進行到 就是把玩家人數加二 敗物都擊敗完畢的話 我們遊戲就結束了 好,那這個遊戲就這麼簡單 那我們現在來講評一下這個遊戲吧 好,那 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沒有玩過 就是歡迎來到地下城 其實他也是一個很適合 就是吹牛說謊的遊戲 只是他會 他會被拘捏在就是 也沒有拘捏阿 就兩個其實吹牛方向 不能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就地下城冒險呢 他會承擔一點風險 還有就是一堆 我們這些人想要出錢出力阿 在對抗上面 所以他會有一種就是 我們一起在完成某件事的感覺 可是 但是我們之前 終究還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奮鬥 所以我們會各擺回來 會讓別人 會出賣別人 然後當你看到喵頭不對的時候 就是閃人就對了 當你看到 風向這個 趕快踏在浪頭上 去力挺別人 或是善效別人 來讓自己的分數更高 因為 有時候你打敗怪物得到了四分 但是如果他猜對你力挺 或者是善效的話 其實他得到的分數 大概是你二分之一到五分之二的 就是 大概是將近五十%的分數 所以其實 有時候不見得層次要在自己 就是讓別人去做 然後你去挺 然後善效吧 也是可以讓你得到分數更好的方式 那事實的就扯別人後腿 然後善效別人 絕對是你職場升級的 不合法 好那我們今天就介紹到這邊 如果喜歡這個遊戲的話 別幫我分享 幫我訂閱分享按讚 或者在下面留言告訴我說 你到底喜歡什麼 玩什麼樣的遊戲 然後我可以介紹更多 更好玩的遊戲給你 那更難的遊戲的話 就不是我來介紹啦 好那我們就先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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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